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此前宣布,在财政紧缩法案获得议会参众两院通过后,将向总统递交辞呈。 众院的投票预计将于明天进行。 按照意大利法律规定,贝鲁斯科尼辞职后,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将和议会各党派进行协商,尝试重新组建政府。 如果努力失败,将会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。 在贝鲁斯科尼做出辞职表态后,纳波利塔诺随即任命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,前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马里奥·蒙蒂为终身参议员。 意大利媒体认为,此举表明纳波利塔诺希望蒙蒂临危受命,在贝鲁斯科尼政府解散后出任过度政府总理。 蒙蒂今天在参议院首次正式亮相,参与财政紧缩法案的投票工作。 他在参议院获得了持久热烈的掌声。 一些意大利重量级的商界人士呼吁政界从国家利益出发,支持以蒙蒂为总理的过渡政府。 意大利政局不明朗,引发市场担忧。 意大利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9日一度突破7%的警戒水平。 从国家利益出发,,从国家利益出发,支持以后会不会参与贵重量的机会。 原来自从国家利益出发, 国家利益出发, 国家利益出发, 国家利益出发,原谅与贵重量的建议市场。 提起来自从国家利益出发 难以日并不明朗,利益出发画,上证 国家利益出发,有所谓市场担忧。 感谢观看